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CWC Channel 苹果公司与美国时间8月24号 官方宣布了9月份的新产品发表会 在这个邀请函里头有一张图片 另外还有活动的时间 美国西岸的时间9月7号的10点钟 也就是亚洲时间9月8号的 大约是凌晨1点的时候 将会有这一个预录的发表会 这个发表会你可以在线上观看 或者是到Apple TV 苹果的YouTube频道也会有直播 所以到时候会有很多管道 可以来收看这一场新产品发表会 这个新产品发表会 可能会发布两个主要的产品系列 分别是iPhone 14以及Apple Watch 在说明产品之前 这个影片我想要分享一下 这张邀请函的图片 有没有一些暗示存在 那本频道收集国外媒体的资讯 以及本频道的猜测 可能有三个主要的暗示的内容 那在说明这三个可能隐藏的暗示之前 这一张图片 我觉得它的解析度 怎么不怎么高的感觉 有一点点模糊的现象 所以这是让我觉得比较讶异的地方 那各位如果想看这个邀请函的话 你可以在影片的资讯区找到这个连结 或者是到cwcchannel.com来找到这个连结 那你点选下去之后 你会来到这个官方的邀请函 如果你是用手机来观看 那如果你点选这个苹果的图案 你就会进入到了扩增时镜 那这一次的扩增时镜 它显示出来就是一个外太空 你进入之后呢 就会看到很多星星围绕出一个像苹果logo的图案 那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来看看 首先我们来看看邀请函的英文 Far out的英文呢 意思就是指的是偏离轨道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从A走到B 如果不小心走偏离掉了 这个就是Far out 就像是He went far out of his way 但这种偏离轨道的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创新 大家都走这种传统的路线 那你走的就是比较特别的路线 与众不同 叫特别 叫突出的产品 那也会使用到这个单字Far out 独特创新产品的意思存在 好接下来呢 这一张图片有三个隐藏的暗示 这一张图片很明显的就是在外太空 那在外太空有很多闪烁的星星 这些星星围绕成一个苹果的logo形状 星星在外太空是一个不断发光的恒星 这暗示着说 iPhone 14 Pro 很可能会一直持续发光永远显示 在黑暗中依旧可以看到它的光芒 iPhone 14 Pro即将会有永远显示的功能 第二个暗示是这里是一个太空 那在太空呢有许多的天文物体 像是太阳星星星星星卫星等等 这次的锁定画面就有天文这一个选项 例如在这里我到我的锁定画面 我按住不放点选加的按钮 现在这里就有天文的选择 我可以拉近到月亮到细节到太阳系 这就暗示说大家可以来使用iOS 16 天文的锁定画面 好那接下来第三个暗示是国外媒体的猜测 在太空中除了太阳星星行星以外 还有卫星 那之前就有传言说iPhone 14 Pro将会搭载 卫星电话的能力 也就是当你没有讯号的时候 也能够通过卫星来连线通话连接上网 那这张图片刻意选在外太空 是否隐含的意思就是iPhone 14 Pro 也可以接收到卫星的讯号 当你在大海中央高耸的山顶上 依旧有卫星讯号可以连线 所以这三个就是非常有可能的意涵 分别为永远显示天文锁定画面 以及卫星连接的能力 那另外国外媒体也透过这张图片来猜测说 iPhone可能会有哪些颜色 像是有可能会有蓝色金色绿色银色等等 各个颜色在这里 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参考就好 这就是三个主要的可能的暗示所在 那在这个发表会上面 即将会有两个系列产品 包括iPhone 14系列 这次的系列将会有iPhone 14 14 Max 14 Pro还有14 Pro Max的选择 分别为6.1寸6.7寸6.1寸以及6.7寸 那本频道会做一个影片来介绍彼此间的差异 另外还有可能会发布Apple Watch第八代 那这个Apple Watch也将会有三个产品线 分别是Apple Watch SE 也就是比较经济版的 另外是Apple Watch第八代一般版的 那还有Apple Watch Pro 它的营免会比较大 那到时候我们就来期待 有没有还有其他的 很难说 因为有时候会有one more thing 那我们到时候再来期待看看 好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可否请你按赞分享 并订阅本频道 超级感谢 那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